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月22日的讯息称,美国开始了迄今为止对伊朗最严厉的制裁。 美国白宫在4月22日释出讯息称,从5月2日零点起严禁世界任何的国家购买来自伊朗的石油。 如果无视这条警告购买伊朗石油,美国将对其进行制裁打击。 在宣告中,白宫表示在伊朗石油的豁免权至5月分节之后,任何国家都不会再受到关于伊朗石油的豁免。 美国全面封锁伊朗石油。 华盛顿方面强调凭借美国、沙乌地阿拉伯、阿联酋三邦的石油大国身份,对于全球市场的石油供应,绝对不会出现问题。 据美国海军新闻网,在4月22日的报道。 为了响应白宫宣告,美国海军派出了斯坦尼4号航母战斗群和林肯号战斗群,前往波斯湾与基萨奇山号两栖攻击舰,号称美国小航母会合。 再加上刚参加完演习的法国带高乐航母的话,那么在波斯湾就出现了4航母的阵容。 豪华程度前所未有,对伊朗的打击程度可想而知。 伊朗方面称美国举动是违法行为。 据USNI新闻网的报道,美国在地中海,集聚了强大的登陆作战力量。 其中,美国小航母基萨奇山号,可容纳4500名美国大兵。 林肯号航母战斗群,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和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上的舰载机能达到50多下。 这种规模的海上力量,足以对地中海附近的任何国家,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美国林肯号航空母舰 面对美国的做法 伊朗革命卫队司令唐希里少将对此回应道 如果美国封锁伊朗石油 伊朗方面会派出军舰,前往霍尔木兹海峡 对波斯湾唯一的航线实行封锁 唐希里少将表示 美国没有权力禁止伊朗,使用霍尔木兹海峡航线 伊朗国内的媒体表示 伊朗海军派出了超过50艘军舰,分别赶往波斯湾附近的海域 关于伊朗政府往波斯湾 霍尔木兹海峡 和阿曼湾投放军舰的行为 有军事专家解读称伊朗海军的军舰 大多数是快艇 大吨量的军舰不多 普遍没有超过1000吨排水量的军舰 但是伊朗海军凭借大量的国产潜艇 和三艘击落及核动力潜艇 应该有能力封锁住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总统公开抗议 在对美国方面伊朗 只是给出了初步回应 伊朗究竟会不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还有待伊朗政府高层商榷 毕竟嘴硬并不能代表实力 美国封锁伊朗石油这一行为 实现了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 打击伊朗台高油价 搅乱中东局势 真可谓是衣食三鸟